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么大型的能源项目的审批程序将会简化 这也可以理解为共和党有所得 但第一块债务上限延迟这个事实上冻结两年 然后交换出来的支出受限大体上是限制在1%的范围之内 因为这条呢这上面这第一条第二条共和党那边激进派认为这个让步太大 民主党那边相对来说比较好 所以这边给大家念一个数据 当这个法案到这个众议院那边去进行表决的时候 最后当然是通过了呢 那么赞成票是314票 反对票是117票 那么在众议院的民主和共和党中的很有意思 共和党当中支持的是165票 不共和党当中念错了 共和党当中支持他的是149 共和党149 民主党支持的是165 就是民主党支持的这个法案的这个人数比共和党要多 那么当然反对的人里面 民主党持反对意见的是46票 共和党持反对意见的是71票 就是说在这个法案的表决过程当中 表现出来的情况是在众议院里面 更多的是民主党人支持这个票 支持的民主党人是165 共和党人是149 支持的民主党比共和党多 反对的人里面46个共和党反对 反对的人当中也比较分布也比较明显 这个共和党优势显著 更多的共和党人反对这个东西 当然从具体的内容上来看 关于第一项支出受到限制 但是不会像共和党人想要的那么多 就是共和党人当初认为 就是说是必须要做限制的 最初提提出的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些10年期的支出限制 平均每年要砍掉18% 那这是一大刀一大刀 那么你看现在它基本上是2024年的非国防支出 大体上维持在2023年的水平 然后允许在2025年的时候增加1% 那么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分配 其他项目的资金 其他事项还包括比如说 这个之前引发广泛关注的 关于美国国税局 在波士顿元脸之前说过 增加一部分特工去强化对富豪税收的上面 你看这个中间讲到700亿美元削多少呢 削100亿变成从800亿削到700亿 砍掉了100亿美金 那么用这笔钱来保留其他本来会削减的等等 这样一些项目 那么从共和党的反对者那边 怎么来评价这个协议呢 基本上是这样一个评价 就是我们原来需要一大块牛排 一整块肉 什么叫一整块肉 我们以这个不惜让美国主权先用债冒违约的风险作为代价 我们交换什么东西 我们交换的东西是一个长期的实质性的 对美国政府的预算开支进行削减的这么一个计划 十年时间总计大概达到6500亿美元的这样一个水平 然后每年减少18%的联邦政府支出 从而大幅度的显著的削减或者说是控制美国联邦政府的支出 进而实现对于美国联邦政府债务上限的这样一种有效的压制 这是一整块肉 那你现在呢 砍了细细碎碎 我原来吃一整块汉堡的 这个牛排的 你给我现在给我来了一个搅匀的肉酱 看上去你可以说这样子你取得了胜利 你在那边也取得了胜利 但是相比较那个总体的削减而言 这一切都是零零碎碎的 那么这个特征体现了什么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 倒是美国华盛顿决策圈的一种现实 这种现实是什么 这种现实就是那种成熟的 美国建制派之间的这样一种勾兑 现在我们看一看这个国债上限的问题 很多人讲这个国债上限是什么 或者说国债上限的意义和影响是什么 给大家看几张图 第一张图你看这张图 美国国债 这是一张比较长时段的图 上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标签 我先进来注意看 我们继续回到那个状态 不用画了 这样子 150年美国国债的这样一个眼镜 它从大体上从1900年开始往后 推到大体上是2050年的这样一个水平 2050年这样一个水平 然后你会发现什么呢 就是首先美国国债在历史上 这个历史我们说到什么时候 我们就比如说到这个2020年为止 你会发现它基本上是有起伏的 这个起伏 这个起伏是什么 你比如说1914年 美国国联邦国债占美国GDP的比重 大概是3.5% 这张是一张比重图 就是用当年美国联邦的政府的这个国债 去除以当年美国的GDP 国民生产总值所得到的一个百分比 这个百分比在1914年是3.5% 然后到了1918年上升到了30.2% 14年到18年中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增加了27个百分点 但是你看到1929年 它从30个百分点下降到了14.8% 然后我们知道1929年到1933年 爆发了全球范围的经济危机 然后后面是转入萧条 然后你看从14.8到33年上升到38.6% 然后33年到39年呢 相对持平从38.6%涨到了42.4% 在39年 我们知道39年二战爆发 对吧 二战爆发了以后到1945年 它上升到了103% 这是一个飙升 那么这个从1914年的3.5%涨到1945年的103.9% 它的特点是什么 遇到重大的突发事件的刺激 我借债 我借债 借完了以后呢 我通过对于政府开支的削减 以及更加重要的自身经济的发展 把这个负债水平降下来 上去下来 上去下来 上去 那接下来 从1945年开始 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长时段的持续的显著的下降 这个低点大体上在什么时候出现呢 1980年 1980年 当然1980年 我们这个从1945年到1980年啊 这条非常显著的下降线 同时也是什么 同时也是美国确立雅尔塔体系两极格局成为世界所谓的霸权 这样的一个历史前进的过程 那这样一个历史中间在打冷战 啊 在冷战期间 伴随着美苏高强度的对抗啊 美国自身经济的发展实现了这个负债水平 的降低 这就是啊 约瑟夫奈那批学者 在20世纪90年代回望两极格局 说美国成为世界领导者的秘密是什么 美国成为世界领导者的秘密 不是美国成为了世界领导者 而是我们用了非常低的代价 都是一比较好的经济状况 就成为了世界的领导者 好 我们接着再看 从1980年开始 这个东西就开始好玩了 又开始往上走了 1980年里根政府开始做什么 做新保守主义 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的这个改革 要求削减政府的福利开支 然后里根削减税收 同时里根政府又搞跟苏联的军备竞赛 要强化 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债务水平的缓慢上升 里根政府从1980年做到1988年 然后接着老布什政府接替里根政府 做到大概1992年 然后遇到了克林顿政府 然后从克林顿政府开始 又开始往下走了 又开始往下走了 又开始往下走 就得益于这个美国在信息技术革命的早期阶段的先发优势 他获得的一波红利 加上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经济的良性的发展 他又降到了历史上一个比较好看的这样一个水平 然后你看到从克林顿政府2000年 然后选上小布什 小布什到2000年08年出来奥巴马 在2000年到2007年有一个温和上涨 在2007年大体上控制在了35.2%的这么一个水平 就是负债除以GDP 但是后面 我们知道小布什后面开始是什么 就是奥巴马政府 奥巴马政府后面是特朗普 特朗普后面是拜登 到现在为止 你看到了什么 就一条 陡峭的 极其陡峭的上升曲线 你看从2007年到2009年 在两年的时间里面 从35.2%增加到了52.3% 这个是什么 07年到08年 美国的这个金融危机 美国的金融危机 讲大而不能倒 讲需要用直升机撒钱的方式 去拯救美国的金融机构 当然还要考虑到什么 这个在2008年以后 开始的这个奥巴马政府的奥巴马医保方面的 这个开支 接下来下一个更加陡峭的上升曲线出现在哪呢 在2020年新冠疫情的这样一个背景下 你看这条曲线基数垂直上升到了98.2%的这个水平 这个98.2%已经接近了1945年美国打世界大战 美国的负债除以美国的GDP达到100%的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接下来你看继续往上我们看到了什么 我们看到的是一条几乎没有任何下降趋势的这么一条线 另外一个这个图放过来 美国的公共债务 在绝对数量上和美国的这个GDP这条曲线 你看这张图上面筑行的是美国的这个债务 那就是美国的公共公共债务 然后这条曲线是美国的GDP 而且特别注意到什么 在新冠疫情影响下美国GDP是向下拐的 它是衰退的 但是呢债务是持续上升的 这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因为美国政府的这个支出呈现了这么一个变化 这边是 这个支出和这个收入两条线的这样一个变化 这个支出和收入的变化 红色线是美国政府的支出 蓝色线是美国政府的收入 这个大家仔细看这个图就看得很清楚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红线是位于蓝线的上方的 它处于一种负债的赤字的 这样一种运维的这样一种状态下 那么在小段的时间里面 从1998年开始到2001年 它是黑字的 它是有盈余的 是在克林顿政府时期 然后在2008年的时候就刚才说的 在全球金融危机时代 政府的这个开支有陡然的增加 当然后面有相对的这样一个下降 紧接着你看 2020年新冠疫情早期 这种以撒钱大规模救助的方式 去应对新冠疫情 现在我们看到了什么 就是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一个数据 大体上在2020年到2021年 一年左右的时间里面 它的这种通过印钱的方式 去拯救新冠疫情 造成了大概是5.2兆左右的这样一种支出 而这个5.2兆是什么概念呢 在第三季的量化宽松 就是2013年到2019年6年的时间里面 它大体上是增加了2.47兆的支出 一年时间增加了6年支出的两倍半 这种以就是大家细称为核动力印钞机的方式 去释放出来的这样一种这个流动性 这个停留在这个经济体系当中 它所造成的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是立竿见影的 在短期你可以看到似乎到处都是钱 非常廉价的便宜的钱 但是在中长期生猛的这种通货膨胀 和由此带来的这种债务的急速上升 会对你这个货币的信用 你会对你这个资产的信用体系构成的重大的冲击 当然接下来我们再看一张更有意思的图 就是美国联邦政府的这个支出和收入 它用在什么地方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张图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看它的这个构成 它的构成 然后就知道它的这个特点在哪 那你看这边左右两边 一边是支出 一红色的是支出 一边呢是收入 是收入 从美国联邦政府的角度上来说 你看最大一块25%是什么 所谓的health program 健康 医疗保险 医疗健康支出 然后呢是social security 社会保障23.6 然后呢这个收入保障 income security 然后还有联邦雇员和退伍军人支出 3.7 3.7 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支出是2.25 接下来呢这边有个1.3兆的这个支出 这个支出里面是看这些用途 然后你看在这当中有15.4%是用在国防上的 这个下面有一个特别好玩 就国际事务外交international affairs 占美国联邦政府支出的多少呢 1.2% 国防支出15.4% 外交支出1.2% 1.2%不能算2吧 1.2%算1差不多 15.4%不算15 美国是一个这个更加习惯性用这个肌肉去讲话的 或者说坚定的贯彻说话轻声细语甚至语无伦次 但是拿了一根大棍呢 所以有这种方式来做 然后你看其中的25.5%的医疗健康支出和23.6%的社会保险支出 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个共和党人在削减联邦支出 以及15.4%的国防支出上 你就发现民主共和两党他所代表的不同产业和利益的诉求 对于这个削减开支方法的这样一种争议 这样一种争议 对于民主党人来说 优先考虑当然是你的15.4的军费里面 能不能去砍出一些什么东西来 对不对 对于共和党人来说 当然是你这个25.5和23.6加在一起 将近于50%的属于医疗健康福利方面的支出 能不能够砍 那么这关系叫什么选票 各自的政治基础 各自的依据 然后在税收方面 你看这个个人所得税 Individual Income Tax 50% 然后联邦雇员薪资 这部分税收 这个是36 其他的这样一个税收构成 然后这中间形成了这样一个赤字的部分 这个赤字的部分带来什么问题 带来两个问题 就是说作为一种发展模式 你这个国家的发展 主要的钱来自于哪里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 在美国国内受新自由主义影响 里根政府启动了这么一种模式 就是我减税 我减税 当然减税以后 减税在美国国内的选举政治当中是一张王牌 因为任何选民在短期利益的这个考虑面前 优先考虑的是能够从这个选举当中 获得的直接的经济收益和经济刺激 在大多数情况下 理论上来说 通过对于税种的选择 大多数人会感觉到减税是一项更加有利于获得选票的这样一种政策 但另一方面政府是需要支出的 里根政府当然他是一个经典的共和党人 他对于联邦政府的预算赤字来说还是有所平衡 有所平衡的 所以他也试图削减 共和党人同时会减少这种福利方面的开支 以平衡赤字 以平衡赤字 避免赤字的过度膨胀 但另一方面赤字这个福利也是可以收买选票的 尤其考虑到什么样的情况 如果我国内的这个收入水平平复差距是很大的 大多数人他的经济状况或者说他感受到的剥夺感是很强的 他对福利很敏感 那么在这个时候我如果能够许诺于足够的福利开支 比如说在这个2022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当中 发挥出巨大的这个出奇制胜效果的减少美国减免美国大学生这个贷款的这个政策 就是像经典的福利开支 那么这种东西他明显你看他已经在选举当中获利了 那么对于一些政党来说 当他看到这样一种政策的时候 他就会优先开出这种竞争性的福利支票 这种竞争性的福利支票当然在短期来说 他有选举上非常有效的这样一种效果 但是客观上来说 如果说你这个国家中长期要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这种完全意义上的福利性收买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你更多的要去做一些深度的结构性改革 那么对于共和党来说 在这次围绕美国债务上限 以这个债务上限和美国主权债务主权信用违约作为一个勒索条件 或者是作为一个筹码去进行讨价还价的过程中 共和党的初步初始要求 就是希望能够最大限度的在未来以十年为期限的 这么一个时间节点当中 把民主党的这个收买选票的政策工具尽可能的予以削减和贬损 从而降低民主党在选举当中所具有的这样一种政策工具的优势 当然从民主党内侧来看 他也认为这个开支是要进行控制 但控制你不要从我的选票里面控制 我关注的是你的选票区 比如说你至关重要的这些军事工业的这样一些选票区 你至关重要的这样一些大型的 但是和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方向不相持续的这样一些工业选区 从这些开支当中加以控制这样一种支出 换言之我记得在这个B站上有一些视频都已经提到这个问题 就是大家表面上关注的是债务上限 但是这个债务上限作为一项经典的美国国内的公共政策 它的产生就是说这个债务上限最初产生的时候 其实是基于一个非常单纯的目标 这单纯的目标其实是非常理性什么理性就是你政府要钱去办事怎么办呢 你可以收税你可以借钱 然后呢你这届政府是有任期限制的 我如果不对你进行限制那你饮吃毛粮 你在你任上借了一大笔钱 你花的爽了 后面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通通在我给你擦屁股 你这个无论是基于党派的这个政治利益诉求 还是基于国家的发展诉求 这种情况都不应该出现 所以怎么办 所以美国的政治人物们从制度设计的角度出发 他设了一条上限 上限是什么 就是说你政府不能无限制的借钱 当你借的钱达到那个标之后 这个国会要开会 大家讨论允不允许你再往上去借 说白了美国国债上限就这么个东西 没有什么特殊性 但是后来现在变得特殊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美国这个国家本身变得特殊 他变成了全球第一的超级强国 他不仅变成了全球第一的超级强国 而且在1945年以后的世界当中 他建立了一套这个以美元 美债就是以美元和其实是美资就是美元标定的资产 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体系 在这个国际金融体系里面出现了两个事 一个事就是美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 他事实上成为了世界的一种通货 他成为了一种世界货币 其他国家的这个货币以他为标的 即使在原始的就是经典版本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 在亚买加体系下美元事实上通过 后来包括跟石油等大宗商品绑定 他继续承担着一种全球最主要的世界货币的这样一种职能 在承担这样一种职能的同时 美联储获得了其他中央银行所不具备的一种事实上的特殊权限 这是一种功能性缺陷 伴随这个秩序所产生的就是他可以无限制印钞 他可以向权去印刷钞票 而不用担心这个这种物质性的抵押 他可以事实上就用美国的主权信用作为抵押 这个当然这个主权信用之前 大家讲的就是那个GDP包括等等这样些东西 就是你的负债和你的GDP 只要看看你这个负债是远远的小于你的GDP 大家在心理上对此有一种这样一种认可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在全球的这个标的当中 这个在大家这种投资的这种标的当中 因为我这个做贸易贸易之后 我拿到了盈与盈与货币的形式存在 我避免货币因为这个汇率和其他原因 它的价值发生贬损 我说要进去投资 我要寻找金融投资的标的 那么在金融投资标的当中 凭借美国曾经拥有过的实力的优势 这个所谓的美资 就是美元标的 美国的国债就把钱借给美国人 借给美国政府 它形成了这么一个循环 我从贸易端 以这个逆差的形式把美元放出去 然后在投资端 把这个美元再吸纳回来 然后我给你一个记账凭证 就说我借了你的钱 你将来可以拿这东西 为我来收利息 或者第一本金 形成这么一个从商品到卖 这样循环 这个钱就这样流起来了 有人在那边讲说 这个客观上中间存在 注币税的问题 存在信心和清偿能力的问题 这些东西原先都是什么 原先都是在一个 心理认知边界范围之内 这个心理认知边界范围之内 就是很典型的 就是美国的国债和美国的GDP之间的这个比值 没有过100%那条线 或者过了这个线之后又回去了 大多数情况下在这条线以下 就这么简单 现在它到线上了 第二 它现在到线上的形式和之前不一样 它不是功能性的 它是结构性的 美国国内的政治人物 美国国内的政治发展 美国国内的政策制定 近似于无限制的滥用了美国的这种特权 现在提出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就是 原来美国真有可能逼近这个信用的上限 逼近信用上有人说 因此这个美国的债务就不能偿还了 它需要在那边破产 不是 正式的含义不是 而是说这个美债的上限持续被突破 同时考虑到美国国内的发展模式 美国国内的政治结构 美国国内的政治人物 人们基本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在短期中期乃至于可见的将来 美国不太可能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而这个东西会越积越高的 所以大家要考虑是什么 是时候去多一种选择 用一种更具有安全性的方式去分散投资 而不要去把所有的关注点去聚焦 或者说寄托在美元 美资和美债上 而我们要进行多元性的这样一种分布 这种多元性符合什么 符合国际体系当中 力量多极化的发展趋势 大家可以看看有哪些国家相比美国 它的经济结构更加健康 它的政治结构更加的稳定 它的政府在制定宏观政策方面 更多的具有国家利益的考量 而不是狭窄的自私的这种 为了选举所需求的这样一种特殊的利益考量 因此它的政策更加稳健 更加具有韧性 它所提供的资产更具有成长性 更加具有值得投资的空间 然后立心决策 立心决策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它不是一个完全的非此即彼的过程 就是说我把美元彻底的干掉 然后变成一种新的美元 事实上从有了特利分两难的这个命题之后 你就知道任何单一主权国家的信用 主权信用货币去充当世界货币 都无法逃脱特利分两难 它可能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所以最终的走向是什么 那一定是某种形式的货币篮子 体现这个世界上各个实体 它的经济份额 它的影响力 它在金融体系当中的地位和作用 与之相匹配的一个basket 在这个basket基础上所形成的 这么一种工具 然后中间每一种主要的货币 它的份额和相关经济体 它的笔值之间 近似比较准确的匹配 这种匹配不会是一比一的 非常precise 描着你这个边一样 不会 它一定会有溢价的 它会有心理溢价 它会有一个合理的 在市场信心能够接受范围之内的 这样一种心理溢价 这个东西 你可以用模型去描述它 但更多的 它甚至还有某种玄学的 这种文化性的特征 就大家对于黄金作为一种资产象征的 这样一种认知 它是一种跨文化的共有认知 这东西比较微妙 比较微妙 然后回到我们今天这个主题了 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什么 今天看到这样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 从历史当中形成的 美元霸权 以及以美元霸权为基础的 全球的这样一种金融体系 现在面临一个意外的扰动因素 这个扰动因素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美国国内 美国国内的这个扰动因素 显示今天的美国 基本上已经可以说 进入了一种债务驱动型的增长和治理 就是说这种发展模式的过程当中 它向世界去介入的这些债务 更多的用在一些耗散性的功能方面 而很难或者说没有看到 它在激发美国本土经济发展方面 所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这种借给它基本上 有点肉包子打狗的味道 有点肉包子打狗的味道 所以大家做分散的这种去风险化 之前说去风险没错 它要dead risk 大家需要在全球金融体系当中dead risk 这种dead risk是结构性的dead risk 就是你需要系统性的降低美元 美资这种在你整个投资结构中的逼之 这个是一个结构性动荡的这样一个起点 第二个就是不出意外 在情理之中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更多的擅长于国内政治的斤斤计较和讨价还价 拜登显示出了他老辣的这么一种讨价还价的这样一种伎俩 麦卡锡呢有点手术两端 就有点微微缩缩 既不能表现出导向这个马嘎强硬民主党人跟拜登硬钢到底的这样一种特点 为什么很简单他如果硬钢下去 美国主权信用违约这个责任你麦卡锡当得起吧 把美国弄的主权信用违约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啊 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啊 亲手去做这件事情的人弄违约了他产生一系列后果 但他本人就会变成那个尝试给猫脖子上挂铃铛的老鼠 他是要被牺牲掉的 麦卡锡非常清楚这一点 所以他毫不犹豫选择跟拜登妥协 一定是妥协掉的 那些马嘎民主党人因为他不在那个位子上说那个闲话说那样子去做 但是下一步麦卡锡本身可能因此在民主在共和党内会遭遇到相应的冲击和挑战 现在已经有一些迹象了 你想这份协议当中民主党投的赞成比例比共和党要多 什么意思 相当于一个球员在场上去打比赛 当他要被换下来的时候 厂下人说不我们要他我们要他我们要他留在场上 然后大家一看 不是本家的拉拉队在喊是对家的 那这个球员发挥怎么样 这个大家在个人政治上来说 麦卡锡现在有理由去放大他那些碎片化的 胜利啊 你比如说你看啊 他本来他要这个联邦国国税局他拿到800亿的 现在他少了 他只拿到了700亿 因为我们砍掉了100亿 他不会说拿掉700亿 他说我们从联邦国税局砍掉了100亿 对吧 这对一般人来说可能觉得啊 100亿很多了 但一看从800砍到700 意义何在 就是碎片化的一些胜利 对吧 本来是10年呢 现在就两年 对吧 然后呢同时展现出一些默契 什么默契呢 就是先不要把这件事情干扰2024年总统选举 这个就比较值得玩味了 如果麦卡锡冲过去 把这东西给搅黄了 让美国出现了事实上的主权债违约 一个mess up 那直接就一团糟乱七八糟 这个时候谁能够渔翁得利 明年总统选举 董王胖或者说共和党随便一个人胖 从传说 你看愚蠢的民主党人在他白宫当政的时候 美国主权信用在崩了 是时候把他换了我来上 对吧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现在这个局面维持住了 美国当然是获利 但是从美国国内这个派系受益上来说 你会发现什么 你会发现那种微妙的默契 什么谁和谁的默契呢 一方是民主党 另一方是什么 共和党建制派 共和党建制派的默契是什么 总之不能让马嘎鱼翁得利 我们在这逗得你死我活 甚至我自己砰穿上去把自己给献祭掉了 把这个主权信用在的是这个这个流给挑破了 挑破了一阵mess up之后 明年让你们这帮走populist 这个民粹主义路线的马嘎人上去 你想多了不干的 这个我们看到了华盛顿政治沼泽游戏规则下面的一丝浮光烈影 它是很耐人寻味的 最后我们可以考虑什么 从这件事情当中 我们可以思考的另外一个问题 从国际体系的角度上来说 而不是连颇老以上能犯否这个问题 你今天这个美国 在这样一种状态下 你还能维持现在这个国际体系中的这种所谓压倒性的优势和领导权 或者你心里当中 就是大家心目中想象中的美国之间 大家可以做一个认知校正 可以做一个认知校正 就是让我们对于美国的认知和美国真实的这个现状 进行一个接近 能够更加准确的认识清楚 今天这个美国它所具有的优势 它仍然是强大 比如说一夜之间已经变成它自己所谓的始动国家 但是另一方面它和我们认知当中那种完美霸权肯定也是有距离 现在处于两者之间的某种状态 对吧 对这个状态可以进行某种趋劲 第二 我们可以对美国政治 美国政客的精算 有更加精准的了解 然后大家有理由去展开合理的推想 就对于这些人 他通过的一些政策 法规在执行过程中究竟能产生怎样的作用 那从而 对中美战略竞争 他的全貌有一个更加清晰准确明了的认识 你知道现在少了中国他们不会说话 在这个债务危机当中 经常有人讲说 如果债务危机爆了 如果美债爆了 中国会开心什么事 没有那个兴趣 没有兴趣看那个东西 这个开心的这样种 但是对中国来说 确实我们对看这个美债危机对我们是有帮助的 这个帮助是什么 帮助我们更加准确和深刻的认识 是今天的美国 是今天的当下的真实的美国 不是昨天的历史当中的想象出来的 那个不准确的美国 这个对我们是有意义的 然后看清楚了以后 我们自己该做什么样的事情 该做什么做什么 然后确保未来历史 以不出现在意料之外的方式 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和展开 好今天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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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